最离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的今年活动越来越近 目前已超过60个国家 将派代表团参与该活动 除了对这一天充满期待的中国军民朋友 外国人的眼睛也都直钉钉的看着这场盛会 中国海军派星星派月亮 终于快要派来这一天 其中最受期待的就是中国航母将会出现几艘 055星首舰是否会在当天交付海军服役 近日网上出现了一张照片显示 055星驱逐舰首舰似乎已经抵达青岛 并且罕见的首次与辽宁舰同况出现 或许这次真的要满足我们一直以来对海军的期待 055星首舰出席本次的海军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而其与辽宁舰同况 似乎意味着055万吨驱逐舰 同航空火箭的编队演练已经开始 这反正是令人激动兴奋的事 但很多网友却略微表达出了一种遗憾的积蓄 055上没有那种彩条帆布遮盖的东西 很不开心 中国从未让人们失望过 那个彩条帆布遮盖的东西出现了 而且还真容全露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人间大炮在出发的帖子 出现在国内一个著名军事论坛里 而我们能从帖子中的照片读取的信息 可不止异性半点 最显眼的就是中国936舰搭载电磁炮水上高速航行 电磁炮上的彩条帆布已经被全部扯了下来 从2018年起 我国接上电磁炮系统就成为了西方重点关注的焦点 虽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其不比美国晚 但已经进行过 路上电磁炮成品多次测试的美国 说放弃就放弃 谁曾想中国不仅后来折军上 还完成了美国人都没完成的事 恐怕美国人不仅眼红 放弃研究威力如此恐怖的武器 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 电磁炮上舰至少表明 其在陆地上的测试已圆满完成 现在只需海上测试通过完成电行 未来装备其他舰艇服役将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人推测 中国不许在2025年之前 就会将电磁炮投入到作战当中 055型驱途舰可能是电磁炮选定的军舰之一 从现在流出的相关照片看 055手舰已经到达青岛 辽宁舰早已在那里待命 同时海军基地也几乎排满了各式舰艇 再加上近日曝光的这艘载有电磁炮的登陆舰 或许在海军节当天 海军真的准备来个大动作 向世界选考 中国已经醒来